站在送孩子上學 除了早安得多這句叮嚀 回味兩個月 終於三級警戒這樣二級 幼稚園也可以上課了 小缺悅一下 對啊 可能上班比較輕鬆 就是比較不用這樣 趕著哭小孩子啦 當然會鬆一口氣 因為我覺得小朋友 還是要全自己學習 因為這家兩個會有點退化 對 但是還是有點擔心 不過也不是全面放 像是北市幼稚園 除了基本的口罩 用餐加隔板外 學校必須這樣載一半 但想送孩子來學校的人很多啊 他們要分組分流 這樣會不會有幾天 可能小朋友要在家 那怎麼辦 就是休息 群架啊 對啊 或者是家人 家人準備幫忙一下 這間幼兒園用分組 等於一個小朋友 一週只能來兩天 或是有些就乾脆抽錢 我方新家庭來講真的很困擾 對啊 而且我現在 只有一隻可以上學 另外一隻還不行 還要等抽錢 現在只有一半的名額 算一算 北市幼稚園 6.8萬小朋友 降載一半 最多只有3.4萬人能上課 這讓家長苦惱 至於宜蘭一早 也有不少家長送孩子上學 來 光頭指導 不過現在幼教協會也痛批 相較北市新北上週就給指引 教育部直到26號傍晚才公告 等於到底怎麼做 細節全台幼稚園都是最後一刻才知道 讓他們措手不及 教育部反駁 早在23號就已經開記者會說明 疫情非常時期 好不容易等到幼兒園 家長們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TVBS 檢大城 吳奎 李祖恆台北宜蘭採訪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